下来关注各报头条 新州日报头条关于 财政部前部长敦达因的夫人杜潘纳伊玛 被控没有遵守反贪会发出的通知 申报名下12项资产 包括了两家公司 两辆轿车 八个房地产土地等等 不过他否认有罪 每日新闻和新海峡时报 封面聚焦一马公司舞弊案件 负责追讨资产的一马公司特工队主席 纳杜斯利·佐哈里透露 多家外国银行没有经过 适当了解客户的流程 就协助转移OneMDB相关资金 因此特工队考虑控告涉及的银行 南洋商报的封面头条 则关注经济课题 中小型企业银行调查数据显示 虽然经济放缓 不过国内大多数中小企业 对今年的业绩都有信心 超过六成的收房企业预计 营业额会增加 64%的业者也预料 半年到一年内的盈利会增长 预期更好营收的三大服务业次领域 包括了金融服务 教育和批发 这月预期更高盈利的三大领域 则是金融服务 农业和教育 当然商家是希望生意兴隆了 人民就希望我们的基本生活费 不会再上涨 但是这个有可能会发生 国家水务委员会就宣布 2月1号起调涨半岛和纳米的水费 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纳杜·阿米战就警告商家 不能以水费调涨为由趁机起价 否则一定会被对付 阿米战强调 调涨水费不会直接导致物价上涨 因此商家不能提高售价 当局会援引2011年 价格管制及反暴力法令 对付趁机谋取暴力的商家 他也促请民众 一旦发现商家趁机调涨价格 必须向当局投诉 以让当局彻查 下个月起半岛和纳米 每个月的用水量高达20立方米的家庭 每月水费调涨 1令吉60间到8令吉 民众因此担心 会有商家小贩起价 进一步加重原民的生活负担 除了水费我们也要看一下 这个税务也会涨价 服务税会在3月1号 从6%调涨到8% 预料近期内就会公布详情 英文报章 新报引述关税局的消息报道 调涨服务税的领域 包括了住宿 夜店 专业服务 信用卡和签账卡等10个领域 不过消息人士指出 还需要等财政部长 也就是首相杜斯里安华 宣布颁布宪报之后 才会通知关税局 而当局也会在近期内公布详情 报道强调 如果服务税真的调涨到8% 人民在一些生活上的消费 包括了送货服务 唱K等等 都需要支付服务税 连在家看电影或是线上戏剧 征收的订阅费也必须缴税 下来我们一起掌握 今天的天气预测 早上的天气还不错 只有吉兰丹 登加楼 彭亨 柔佛 沙巴 陡湖 以及山打跟下雨 其他地方放晴 来到下午10分 只有玻璃市 陡湖 沙拉越 斯里安曼 加勃 明都鲁等 六个地区持续放晴 其他州属和直辖区都会下雨 而且大部分都是雷雨的天气 入夜之后情况稍微好转 北马 吉隆坡 布城和沙拉越会停雨 其余区域则持续下雨 全天气温预计最高摄氏33度 最低温度摄氏24度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